午餐白白種 你 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 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原文科普 生活新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 銀奶金掌煮 警告 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 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銀奶金 現在呢 大家最關切的 當然就是烏克蘭的情勢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俄羅斯的軍隊呢 進入了烏東地區 美國說呢 這是入侵的開始 對於股市有些什麼樣的影響 這還不錯 台北股市呢 到現在呢 它還是上漲的 台北股市呢 目前呢 是漲了58.98點 指數來到18,028.27點 漲幅是0.33% 亞洲的股市 亞洲股市全面上 亞洲股市全面 全面上漲也 沒有德股 對是 是全 日經跌 日經跌了461.26點 跌幅是1.71% 像恆生指數呢 像疫情這麼嚴重 它的像恆生指數還是上漲 156.72點 漲幅是0.67% 上海綜合指數上漲了19.01點 漲幅是0.55% 深圳綜合指數呢 上漲了174.59點 嗯 漲幅還不錯 呃 漲了1.31% 韓國綜合指數呢 也是小漲了3.55點 漲幅是0.13% 好 這是亞洲的股市啊 嗯 美股昨天在這個俄羅斯 呃 烏克蘭的這個 衝突的這個陰影之下呢 是都下跌的啊 好 呃 這個是台北股市和亞洲股市的情況啊 到目前為止呢 嗯 我們還沒有看到就是俄羅斯方面呢 是不是有再進一步的 軍事行動啊 呃 雖然說 有一些這個分析呢 和 像和這個澳洲總理 像他比如說他覺得很快啊 俄羅斯呢 就會全面的入侵 烏克蘭啊 然後會會直達這個基辅啊 但現在看起來 應該 應該不應該不會哈 而是呢 雙方呢 就是俄羅斯呢 跟西方陣營呢 恐怕呢 會長期處在這樣子的一個焦灼的狀態啊 就是俄羅斯的部隊呢 進入到 呃 烏東地區 然後呢 他們承認了盾內刺客 還有這個盧干斯克的 呃 獨立 而且很快的跟他們建交 那但是實際上啊 盾內刺客 還有盧干斯克啊 這兩個親俄的親俄的這個政權呢 他們只擁有了這個地方的大概不到一半的這個領土啊 那所以說接下來他們會怎麼做啊 他們會不會跟這個克里米亞一樣啊 就是呃 先是實質有效的控制 雖然是局部地區啊 然後呢 就舉行這個公投 然後說他們呃 要回到這個俄羅斯 會不會是這樣子啊 那他們現在呢 只 站呃 只實質有效的佔領了一半一半的這個土地 會不會對未來的啊 對對未來的呃 俄羅斯呢 加大他的這個兵力啊 以使得他的版圖呢 能夠擴大啊 也埋下了這個伏筆啊 那嗯 在現在的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我們很擔心就說 呃 會有些的擔心就啊 大陸呢 會不會趁機採取什麼行動 我看是不至於啦 但是呢 呃 究竟呢 中國會如何的應對這一次的呃 俄羅斯的舉動 呃 還有這個西方國家的呢 如何來應對 當然是未來呢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方向 而且也是我們現在的這個呃 關切的重點啊 首先對於呃 中國來講 我們看到昨天這個呃 王毅的談話啊 你就可以知道說呃 中國大陸呢 在這個問題上面的措辭和發言呢 他是非常的這個謹慎的啊 他既不能 加入這個呃 西方陣營呢 反對這個俄羅斯的這個行為 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是非常中和關係是非常緊密的啊 但是呢 他也不能夠去附和或者是支持 呃 俄羅斯說哦 這個盾內刺客 跟這個盧干司客 這兩個是個獨立的國家啊 那我還 我不但承認 不但承認他還跟他建交 大陸也不能這樣 那這樣 你如果大陸這樣做的話 他無疑的就是 鼓勵了啊 分裂勢力 那這個對於台灣來講 這是台獨不是很開心嗎 哈 而且呢 這個進一步的呢 他們未來呢 如果是還採用了 呃 公投的方式呢 尋求這個呃 獨立的話 那 大陸怎麼辦 哈 所以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面的態度呢 就是還是 呃 回到那個點 那個點就是啊 要透過 各方克制啦 然後透過呃 外交途徑來解決啦 然後尊重這個明斯克協議啊 那雖然說普京呢 就已經說說明斯克協議 已經就是沒有用了 好 這個因為呢 西方國家呢 根本都也沒有在遵守 哈 嗯 最新的呃 這個進展呢 就是明天哈 明天 呃 在開這個G7 這個會議的時候呢 呃 西方國家呢 可能會有進一步的舉措 到目前為止啊 呃 德國的反應呢 我想是非常正面的啊 對於拜登來講啊 他很快的就宣布了說 我們要暫停 對於北溪二號的檢查 北溪二號根本還沒有啟動啊 然後呢 美國呢 也是就這個呃 北溪二號的這個檢查啊 要不要發給他這個照這個地方呢 在那邊卡來卡去哈 他就是不希望呢 呃 北溪二號呢 輸輸送了之後呢 給俄羅斯帶來 呃 巨大的這個利潤啊 同時呢 也是會影響這個烏克蘭的烏克蘭的收益啊 這這個 這個餅可是很大的一塊餅呢 這個油可是挺肥的呢啊 那普京呢 是向 呃 世界宣布啊 他說俄羅斯會繼續不間斷的向世界市場供應天然氣啊 哎 今天我們是23號嘛 哈那因為有時差的關係啊 天然氣出口國論壇第六次峰會22號呢是在卡達的首都多哈舉行啊 普京呢是透過這個視訊致詞的手說 俄羅斯會繼續不間斷的向世界市場供應天然氣同時改善基礎設施加大對天然氣領域的投資啊 嗯 這個當他這個宣布 當他宣布這個 要去 呃 承認這兩個國家的這個獨立然後部隊開始向那邊移動啊 向烏冬移動然後說這個是違和的之後呢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天然氣啊石油的價格啊會不會 呃刺激啊國際油氣的價格進一步這個走高現在已經有分析師擔心他可能會 可能會逼近100元 甚至於超過這個呃100美元啊好這個是俄羅斯啊我看到最新的消息 然後呢日本呢也宣布對俄國呢制裁措施他的制裁措施是什麼呢有三項啊停止向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相關人員簽發簽證 凍結他們在日本的資產他們有多少的資產在日本啊真的是不知道哎哈 我覺得他們在歐洲可能比較多吧啊 啊禁止日本跟這個 跟頓巴斯 好 好盧甘克蘭甘斯克地區的進出口往來 禁止新發和流通俄羅斯政府的主權債券哈 嗯 日本呢在討論啊如何應對俄羅斯上面他們有比較多的糾結啊因為他們跟 呃俄羅斯之間呢有存在於北方四島的爭議嘛哦 嗯他們就擔心說如果他們 都在西方的陣營然後呢對俄羅斯呢採取了過於強烈的制裁的話 好恐怕呢會影響到呢未來呢 呃日俄之間有關於北方四島的談判好 嗯但是呢 呃 顯然呢這一次呢 岸田所想的狀況是說因為他們現在這個制裁也沒有很重啦好那因為西方國家制裁也就差不多是這樣子嘛好還沒有進一步呢 嗯擴大到說去斬斷啊暫停呃俄羅斯的這個金融系統在這個SWIFT上面的這個交易如果這樣就姿勢提他那他應該就是會逐步逐步的來去升高才對啦好但是呢呃安田政府呢覺得就說呃這一次的情況跟之前的說2014年的克里米亞的情況相比這次是嚴重很多啦好所以說呃應該是要比較嚴厲的制裁但我就說現在到目前為止這個制裁 還算哦還算好因為反正以美國為首的也沒有呃太強的啊太強的升高升高這個制裁好那另外呢呃拜登呢的最新的談話呢他還是強調就是說他們無意跟這個俄羅斯交戰了啊嗯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呢是已經取消了跟拉夫羅夫的會談啊俄羅斯外長因為很清楚他就說你現在都已經展開這個行動了嘛那在 在這種情況之下也沒什麼好談的那你除非呢你先呃展現出確實的要降低衝突的態勢啊這就是呢你就撤兵啊否則的話我們現階段的沒什麼好談的看看他們明天呃在G7呢會不會談出一些新的這個結論來啊呃他們加拿大呢也宣布了對俄羅斯進行的制裁就禁止國民呢購買俄羅斯 主權債務啊就是跟著美國的嗯的步伐走了啊嗯率先表態支持嗯俄羅斯的呢是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欸白俄羅斯應該也支持吧就是支持全力支持普京啊但是你看看這個很關鍵習近平並沒有不會這樣講啊他要考量到多方多方的這個 而利益啊我來看一下這個俄羅斯通訊社有沒有什麼最新的情況的報道哈他有沒有最新的欸這個網路跑的這個有點慢欸有沒有最新的啊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這個最新的最新的這個相關的新聞哈 嗯這都是舊的啊就是這個普京說明斯克協議不復存在啦然後是嗯他說哪怕是在基辅出現戰術武器核武器對於俄羅斯來講也是戰略威脅啊嗯為什麼會講這個呢OK啊這是因為他在昨天的這個這是因為呢泽倫斯基啊烏克蘭的這個總統他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說啊 嗯希望能夠舉行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啊簽約方的談判啊如果不能夠舉行談判或者談判後各方不能為基辅提供安全保證他就有權利呢退出該備忘錄啊他這個這個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的目的是在解決啊蘇聯解體之後呢遺留在烏克蘭境內的核武器問題所以普京才會說嗯 嗯哪怕是在這個烏克蘭出現戰術核武器對他們來講也是一種威脅啊到目前為止呢這個呃烏克蘭的這個危機事件顯然呃對於拜登來講呢他賭的這一把呢是賭對了啊之前的時候他那個狼來了一天到晚在那邊喊就說哦這個要他們準備入侵了準備入侵了但你看到沒有這樣沒有動作嘛哦哎你就覺得很奇怪 美國為什麼是玩這一招結果呢呃當俄羅斯的部隊呢開進了這個烏洞的時候哎拜登對了啊拜登不但對了啊然後呢一掃這個之前的時候呢在這個阿富汗這個撤軍上面呢沒有事前的知會呃盟友啊那西方的步調呢一團亂然後美國呢成為眾使之地被罵慘了啊他反而因為呢他們的各項的市警然後呃情報的研判 策略呢是對的呃團結了這個西方的國家在針對於呃俄羅斯的問題上面呢採取的是一個更鞏固的一個立場啊第二個就中國大陸來說啊他現在呢雖然他跟這個俄羅斯呢是有這個戰略協作的關係同時呢雙方的呃彼此之間的友好就像是普京和這個習近平會面的時候呢中方後來講說上不封頂啊可是呢 他在呃考量到這個地緣政治的情況之下他也會有一些多方的顧忌啊這個不只是實質上的說呃烏克蘭對於呃中國在軍工產業和農業各方面的出口在和貿易上面的一個重要性最重要的其實是我剛才提到的就是有關於在政治上面你如果承認呃盾內斯克盾內刺客盧甘斯克的獨立地位的話這個會給會帶給 臺灣內部主張臺獨的人士有多大的想像空間啊啊那所以尊重呃烏克蘭地區的主國家的主權的這個完整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很尷尬的一個命題了啊那我們現在接下來就看就是說在聯合國呃舉安理會針對這個問題在舉行會議的時候而中國方面呢會有什麼樣的這個進一步表態哈那法國總統馬克宏呢在這次的事情上面就真的是有點 有點有點有點尷尬了啊他之前的時候呢說這個俄羅斯要撤兵了結果沒有哈然後呢他說他要去促成啊呃普京跟拜登呃之間的這樣的會晤就也沒成哈然後他呃事前釋放出來的這個和緩的信號在跟這個呃拜登會面之後呃不不普京這個會面或者是通話之後釋放出來和緩信號現在呢都落空了啊 這個是希望在呃梅克爾下台之後啊能夠在歐盟裡面呢呃展現出更大的領導力量的馬克宏呢在這場戰裡面呢現在呢看起來他是他這一招呢是扮得是扮得有點疼啦啊好那另外關切一個案子呢就是苗栗啊不不不宜蘭縣長林茲廟哈呃检方聲壓然後最新的進度呢是 八十萬交保啊嗯他的女兒八十萬交保啊不他自己八十萬交保他的女兒林逸林還有宜蘭縣農業處處長康立和訓後請回這個檢方都是這麼大的動作這個對於這個林茲廟來講他是造成很大的這個影響的結果呢生呃上個月辦他然後呢也沒提出生壓就無保請回 這次呢到縣長官你去搜索又這麼大動作搞了這從昨天搞到現在嗯還是八十萬交保這檢方他手上到底有沒有拿到什麼確切的證據啊你沒有拿到這種這個確切的證據這樣子的用這種司法的手段呢來去對於現在的呃執政的縣市首長出這麼大的一個重手這是非常罕見的哈然後 呃林茲廟呢到目前為止呢都都撐過來了哈他是不是還要防著他還是要繼續防著呢在越接近選舉的時候呢民進黨呢還有這個後手啊嗯而這個到底嗯這個國民黨昨天大規模大大政這樣的承認呃成立了這個律師團啊能夠對於呃林茲廟像類似這種案例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啊 這會是未來選戰攻防的焦點啊那蔡英文呢今天早上呢舉行了呃就聽取了在國安會的烏克蘭情勢因應小組的相關的會報了啊我很快的把那個他的指示講一下哈第一個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主權的侵害呼籲各方呢和平理性解決爭端 好他講這個話呢雖然是沒有人理會他但是是必須要講的好哎然後呢這個他說台灣願意參與各項有助於和平解決爭端的努力好但是呢沒有人要我們使力好另外呢他說要持續的強化對台海軍事動態的因應整備確保國家安全好然後呃目前台海周邊和印太地區的動態 接在國安單位的掌控之中他接下來講的這就很玄哦他說呢全面提升應對認知作戰穩定社會民心士氣臺灣和烏克蘭局勢在地緣戰略地理環境及國際公益的重要性上有本質上的不同在面對境外勢力意圖操作烏克蘭形勢影響台灣社會民心士氣 政府各單位務必加強 防範境外勢力及在地協力者所發動的認知作戰並強化錯假訊息的成績以穩定台灣社會內部行政他在說誰啊是怎麼樣我們是有人要借機還是我們評論就說哦在這種時刻呢台灣呃這個要以烏克蘭為界啊不能夠怎麼樣什麼什麼的這種都叫做是混淆我們的明心事這種都是在這個打擊我們的明心事情啊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太嚴重但是我覺得他講的就是這個意思啊